虽然我本人有点娘啊 但是我练球的时候真的很用心在练的 我觉得我刚刚投那个球我自己认为是帅的 那感觉很不成功 感觉很不成功吗 我是不敢认得太大力了 因为怕把别人前面那些歌迷们砸婚了 我是有所保留的 对对在戏里面我是超厉害的 这个剧将有的少年时代吗 思佑和三小时 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 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的 就是我想起来我的少年时代的时候没有他们红 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啊 我竟然我竟然 我现在准备加入他们 对对对 那他们有什么意见啊 你们有意见吗 你看多好 店铺的家给人多好 那你加入他们你就当老大 我就那个跳舞就可以了 我就给他们伴舞就可以了 对对对 伴舞啊 是是是 俗话说的好嘛 干不掉敌人就加入敌人 刚好有点电增高电的 如果不电增高电的话 我说真话 我不电增高电比他们矮了已经 是真的 对对对 到我那时候 就是因为时间所谓的 好 呃会有一点 因为以前的剧里都会是那种乖乖少年嘛 对现在这个剧 我的角色会有点叛逆 对就是一点 呃因为他的家庭有点不一样 所以他会表现的比较跟正常的普通高中生不一样一点 你觉得你们三个人画的算是本色纪啊? 其实不算不算不算 不算吗? 对对对 现在没有到叛逆期吗? 会有一点叛逆的假的吗? 叛逆吧 现在是有一点叛逆期 但是不会表现的跟剧里面的那样明显 其他两个人现在有叛逆吗? 其实回家的时间很少 然后家里面因为还有个弟弟 所以不会对家长就是对着干 我家长还有照顾弟弟很辛苦的 对着干 很偷偷的是吗? 不会不会 我的话其实就还好 因为没什么事情 因为没什么事情让我叛逆就还挺乖的 那这次和平日先合作 就是会不会觉得相个很逗啊? 会会 从昨天一直围读剧本到现在一直笑到早上 他做了什么让你一直笑到早上? 就是 徐老师人很好 对 然后很幽默 就看一些有的没有的晚上 哈哈哈哈 那小路这次呢? 小路姐那这次跟王源合作是贴心知道吗? 知道 然后他什么反应 我当时就到了什么说 他鼓励我来的 没有了 就是 我 我跟他说我会跟王源哥哥拍戏 他就特别开心 他就特别开心 那你们会来看班吗? 应该会吧 嗯 那会考虑客串在里面吗? 啊 是吗? 他现在上幼儿园 他这个 课程比较繁忙 哈哈 对 我们这边有一个跟 你听什么要求吗? 你想跟王源怎么样的互动之类的 那你不敢开 呃 你听什么你想跟王源互动的要求吗? 他见到他就害羞 然后不见到他就发疯 就是那种发狂那种 然后每次我说视频 我说王源哥哥在要不要开 然后 人就没影了 就害羞了 嗯 其实在我们的剧里面啊 也有像我们的甜心的一样的小演员 就是我们这位了 来果果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张婉儿 张婉儿演的是什么呀? 果果 果果是不是? 那你演什么要跟大家讲一讲吗?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个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个戏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个戏 耶 哇 好棒啊 那小鹿这些女的女的小鹿合作 有没有想到自己以前还要上这种戏 有 我就是看到他们 我就特别想加入他们 那没办法了 哎 我们都想加入他们 这你最近不是有在练副舞吗 有没有你们两个一起跳舞 加入他们 哎 我在旁边只能就是当个拉拉队什么之类的 嗯 我们可以组成一个TF old boys 当然可以啊 小鹿老师跳舞很好看啊 小鹿老师跳舞很好看啊 TF old boy 对 TF old boy TF old boy TF old boy OK OK 小鹿刚才小鹿姐帮到你有忘词啊 啊 没有啦开玩笑了 可是呢我记忆里很差呢 小鹿老师是属于那种天才演员 就是他到现场看一遍词基本上就全能过了 我是要提早三天背 去背就在这里 对对对 这是真的是我是后天努力的 所以我是演员你是歌手吗 对对对对 所以像小鹿老师学习 对 那下午就有拍了吗 有做一些准备吗 没有 没有 对对对 不怕的对 我们就是很开心 对 秦苑老师可以随便演啊 对对对对 也没有啦 我看千千剧本上全部都是他画的乱七八糟的 不是台词啊 对对 我会自己做很多功课嘛 所以因为笨鸟先飞来了 那就是在演戏上面觉得有点剩的 呃 不行不行 我演戏真的是在学习的阶段 我慢慢好好学 就是认真点态度最好 对对对 有好多朋友说那个 跟他们一起演戏 是不是演守门员之类的 哦不是不是 我不是演守门员 就是棒球啊 他也没有守门员 棒球什么也就见鬼了 对所以我现在演的是他们的老师 对 是一个比较好笑的老师 但是其实是有正事 但是看上去全没有正事的老师 那你也算是粉色出演 啊 最后啊 对我算是粉色出演的 对对对 其实就是粉色出演 所以最后就看着他们很开心 最后组成棒球队 最后结婚生子 对就是这样 哈哈哈 还有什么粉色子啊 哎 没有开玩笑 然后想问一下 那个三只之前在北京 也私下练习了棒球 那现在水平怎么样 现在就是一个可以拍的一个水平 但是就是 就能拍 对对对对 不能在人家面前展示 对摆拍一下 对摆拍一下 那你们这种做成的 需要你们怎么发挥 会不会结肉难过 其实会有 因为接触棒球也很少嘛 对在北京第一次接触 感觉还挺难的 对对 因为之前也是演了一些过程 那小饼里面 或者是还有什么 现在给你演技有时候 有什么需要 我觉得还好了 对 这个还是要慢慢训练 慢慢磨练 对 多尝试一些角色才会变好 三个人你们觉得谁演技最好 这个我就觉得我最好吧 哈哈 你们两个有意义吗 这个我保留一些吧 大家继续努力吧 谢谢 谢谢 都差不多吧 都入门级的 三个人好坚实 那之前演的那个臭唱片 这一出的话 感觉会有什么变化 其实会有突破一点 因为之前的角色 我单独于我来说 就是比较一个正常的角色 对这个角色会有一些挑战 就是 他会有一点不正常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 他心里内心跟外表 是一个反差极大的一个人 所以还是有点挑战 其实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 就是挑大两眼的一部电视剧 所以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 所以还是得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 嗯 其实车上的密码就是 我们三个先试下手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小网剧嘛 然后主要还是为这部剧打一个基础 然后这部剧就希望我们能好好表现了 那缘缘的切剧的话 现在有小一条 送什么啊 送什么啊 嗯 还没有 反正他喜欢看一些动漫 然后就是 很重要的东西 嗯 送皮肤吧 哈哈哈哈 什么鬼 啊 什么鬼皮肤 你们不懂 只有我们懂 送皮肤去 那能解释一下这个梗吗 那就好 你们慢慢玩 我没玩过游戏 你们分不懂 我们也有一个 那个 你有个 好好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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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